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过去我们要谈这些大概都是医生会来 你说或者是健检中心的人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早期发现 但是今天在这边要跟大家聊聊面对乳癌你不孤单的 这一位他其实自己是乳癌的曾经是乳癌的病友 是 可是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好年轻 米娜你今年几岁 今年38岁 那你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发现你 我发现的时候是32岁那一年 32岁 他在32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 这是我相信任何人都很难接受的事情 可是他遇到了然后他度过了 而且把自身的经验分享给非常非常多人 还在脸书上成立的社团等等 那现在他出了一本书叫做面对乳癌你不孤单 在这边我们欢迎花样女孩gogogo的发起人米娜 嗨大家好我是米娜 嗨米娜你今年38不好意思我一开始就把你的那个强迫你透露了你的年轮没关系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时报出版的面对乳癌你不孤单 这是米娜的最新的书 但其实并不是米娜一个人的著作 这是米娜跟十位医师专家带大家来破解50个乳癌迷思 所以这本书其实当然我觉得比较比较跟一般的 在聊癌症的书不太一样的事 一般的书可能就是从很多医学的 只从医学的角度来告诉你 这个癌细胞是为什么会发生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呃 发现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病状 怎么治疗 然后愈后你要怎么样去调养等等 可是这本书其实有很大一个篇幅 除了请到了十位医师专家来 从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面向来教大家 就是说他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那你建议你可以用什么样的 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那之后你可能在饮食或是各方面的调理 要怎么做 这些是由专家学者来告诉你之外 其实他有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是敏娜自己还有他身边很多很多病友的心情的分享 对 你希望大家其实是呃 用一种很勇敢的态度去面对 然后一样可以像你这样子 即便在呃 离爱六年之后 其实你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光鲜亮丽 谢谢 所以他其实呃 你要说他是一本呃 结合医学还有励志的书 我觉得都不为过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是 那先来讲一下呃 你先讲一下自己的故事好了好不好 是 就是 我是敏娜 我自己是在三十二岁那一年的时候 确诊罹患乳癌 嗯 那其实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就当然非常惊慌失措 大家一定没有想到就是癌症离自己这么近这样 那会有很多想像 然后很多恐惧 但其实我自己在经过一路一连串的治疗之后 发现其实对于治疗这个部分 癌症这个部分是越了解 其实就 越没有那么害怕 这样子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其实会跟病友交换 就是一些支持的心得 我们会发现其实有病友的支持 呃 对刚生病的人来说是蛮有力量的 嗯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着从社团的角度出发来大家一起做一点什么 嗯 互相支持这样 嗯 你在2018年的时候还拿了台湾癌症基金会的抗癌斗士 是 是 是 我相信其实不是因为因为很努力来抗癌的人很多 对 但是除了从自自身很努力之外 还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当时因为32岁而已 你真的很真的很年轻 是 你那时候一开始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去健检吗 呃不是欸 我是自己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的那个癌症筛检 乳房的大概都是40岁开始 对啊 所以我们的想象就是 好像女生比较在年轻的时候不太需要在意这个 嗯 对那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身上摸到一个滑动的小肿块 嗯 这样那时候就想说 大家都会有 当然有先去问过身边的人 大家就会说 啊这可能是纤维囊肿不用担心 对 确实我第一次看医师的时候 医师也觉得可能应该是纤维囊肿 哦 但是后来我就是有问了第二位医师 那医师就觉得说 他当然也觉得纤维囊肿的几率很高 但是如果你看起来这么担心的话 那我帮你切片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确认这样子 结果竟然就确诊 对医师自己也觉得吓一跳这样 欸等等等等 在这里我要先停一下 嗯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 然后医生也跟他说可能就是 纤维囊肿不用担心 那如果他就没有再去的话 嗯 一般医师会建议 比如说一段时间 也许你两个月 嗯 三个月或一个月 你再回去检查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病友 他是忽略了 再回去回诊检查 嗯 所以在发现的时候 可能已经变很严重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有照医师的安排回去检查 然后自己有更谨慎一点的话 其实通常都可以再要早期发现 嗯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 自己还是蛮谨慎的 疾病医生说是纤维囊肿的 几率高 但是你还是觉得蛮担心 所以医生就帮你做切片 做切片 对 都很痛苦 我觉得最痛苦是等报告 等报告 对呀 所以我就在讲 你说你是觉得那一段时间痛苦还是 因为确诊之后你就是 如果今天你 你的个性我不知道 可能就开始好 那我赶快开始安排 是 做治疗 可是那一个月会很害怕 对会很害怕 因为 虽然你已经确诊了 但是因为乳癌的种类很多 治疗型态也很多 所以你必须要就是 在做各种的检验 来确认你会对应什么治疗 那你有可能需要化疗 有可能不需要 所以你就会非常的恐惧 嗯 你说你在确诊的那天 因为你书上有写 说你在确诊的那天 你的脑中就跑过了 人生了 就不受控制的跑了 人生跑马灯吗 对 你那时候想到哪些事情啊 那时候会觉得就是 当然一开始就是晴天霹雳啊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是我 你知道就是 对啊 有大哭啊 我也还活得蛮健康的 有 没有到大哭 真的你没有大哭喔 我觉得可能是太震惊了 太震惊了 反而你是震惊到哭不出来 或是 太震惊了 然后你就是会想说 就是一定有点搞不清我状况 我记得那一天灰震的时候啊 就走出整劫 然后撞到那个墙 嗯 就是你已经就是有点 因为你不太 就是真的已经恍惚了 搞不清 因为你不太相信 现在到底眼前你要面对什么事情 对就是因为你要做的决定 跟事情太多了 嗯 所以你就是已经混乱了这样子 嗯 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还没对不对 大概结婚三个月吧 哦 刚结婚 对对对对 是新婚是不是 是新婚 哦 哈哈 我问你那时候有没有开始想说 到底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想为什么是我 然后开始检视 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乳癌高危险因子 会不会 是是一定会一定会 这是每一位患者的必经过程 对 但是我其实一路上到现在啊 就是我后来发现去深究这个 嗯 比较没有 就是对 嗯 因为你其实深究这个 你会有很多后悔跟 嗯 跟不好的想法 但是你其实你只要面对它 赶快治疗它 嗯 其实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是最适合的 嗯 后来怎么处理它 后来就是说后续治疗的部分嘛 对对 后续我就 虽然我也是乳癌一期 但是 因为乳癌的治疗的种类非常多元 很客制化这样 嗯 那我就做了十二次的化疗 然后一年的标靶治疗 嗯 然后跟手术 都做了 对都做了 哦 所以前前后后 到现在还需要追踪吗 要啊要啊 就是还是持续追踪 嗯 对患者来说 感觉这好像就是一辈子 跟着你的 嗯 事情了这样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在 呃 你你完成治疗 整 totally的治疗 totally完成它是多久以后的事 totally吗 哇 因为你刚刚讲 呃你化疗标靶 一定是先手术嘛 对 呃 对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 也有人是先化疗再手术 那你呢 呃我是 先手术再化疗再手术 真的啊 对对对 为什么要做两次手术 呃因为第一次我的手术是 嗯 做了就是肿瘤的局部切除 嗯 但是在做一年后我做完 呃在做完 化疗 化疗之后 跟医师讨论 我们决定再做 胸部的切除 嗯 重建手术这样子 对对 所以 手术化疗 再手术 然后标靶 对 非常辛苦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多久 如果是含标靶 可能大概一年半吧 嗯 大概一年半 然后后续就是有做 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样 你的社团 你开始起心动念想要 成立一个社团 跟大家讨论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FB上 你是从FB上面吗 是是是 Facebook上面有各式各样的 各种疾病的社团 对 我自己就参加了什么 子宫子宫内膜异味 或是子宫肌腺症的这种社团 因为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 呃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 是是真的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可能随 你第一个是 你不会有这么多时间 随时可以问医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有不好启齿 对不对 然后你身边的家人 其实你也不好问 那你也不知道问谁 这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社团 里面其实你会找到 不管是在生理上 不管是在生理上 你觉得需要问的问题 因为有过来人会告诉你经验 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在心理上的一些抚慰 那个抚慰是 原来其实就像你书上写的 你不孤单 因为有很多人 都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想办法 就像明娜说的 怎么样努力的往前走 活下去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人生一样活得精彩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起心动念想要成的一个社团 其实是一开始我在 发现我自己罹患乳癌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好几年前嘛 那时候其实我真的是 整间外面最年轻的那一个 就是整个外面都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 或是姐姐阿姨们 那我年纪最轻 但是我发现年纪轻的患者遇到的问题 跟长辈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我长一个最容易遇到的就是 乳房切除重建手术 其实现在外科的重建手术是非常发达的 就是你只要做完 你还是可以穿泳衣啊 过平常的生活 但是对长辈来说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 并不是必要的 对啊 以前真的是这样啊 以前都是这样 对以前都觉得说 反正我年纪都大了 对不需要就不要做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对于患者来说 你每天在家里 你年纪很轻 可能20岁30岁 那你在家里洗澡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失去了胸部 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敢照镜子 对那我们其实光是在找 不管是治疗的方式 然后或是手术的方式 都发现年轻人的资讯非常少 所以我开始就是 因为自己要治疗了嘛 所以我就开始收集 这方面的资讯 对那收集完资讯以后发现 就会 因为我就把它分享在网路上 用部落格方式 后来发现非常多人来询问我 就是其实跟我一样的年轻患者 有很多也遇到同样的状况 然后都资源不足 那他们都会来问我这样 那久了我们就决定 还是用一个社团的方式呈现 因为我其实虽然做的治疗 种类很多 可是我不可能 含挂所有的方式 每个人的方式跟反应都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用社团的方式 大家可以交换治疗的过程 嗯的心情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是你还没有完成你的治疗 你就已经开始做 对一开始是用记录 有的时候是 就像我那时候安胎一百多天的时候 我也是每天在我的Facebook上写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情的抒发 同时也是记录 然后才意外的发现 原来有好多人跟我同时间 他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他是在默默看着我的日记 然后也给自己加油打气 因为就觉得很多人都在底下留言 就说原来我不孤单 原来就是这些东西 原来我在经历过这些事情 是有人都懂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出书 然后我知道你中间 其实办了蛮多活动的 对 线上线下都有很多的活动 是 你看到以你自己经历 还有你身边的人的经历来说 你觉得其实我们先讲心理的层面 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些主要的 就是真的在生理上的需要 你觉得对大家来说最痛 以年轻的乳癌患者来说 几个最难接受 或是最痛苦 或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会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反而是 化疗比如说掉头发 掉头发 对 因为年轻的女性患者 其实都爱漂亮嘛 掉头发 然后再就是胸部切除手术 嗯 所以那时候你也有经历过掉发的过程 有有有 那你有戴假发吗 有有有 也有 是 所以你们社团面会分享哪一顶夹 哪里的夹发 看起来比较自然 比较舒服的 这很重要好不好 是是是 然后哪一边夹发CP值比较高 高带比较温柔 就很重要欸 对对对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 因为其实这个是大家都会面对的 我们上网也可以搜寻资料 但是 你资讯来源太多了 那你没办法分辨哪一个正确 但是如果是患者 他彼此的经验分享 嗯 就比较不用担心选错 嗯 这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你可以让你专注在你的药物选择上 嗯 然后还有就是乳房重建 切除重建 有没有人就是他 就是很抗拒做切除 有欸有 其实有欸 因为你其实里面有写到说 叫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治疗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呼吁 如果像你一样才那么年轻就得 会有人想放弃治疗吗 嗯 其实我在想 你怎么治疗跟你要不要放弃 是你个人选择 但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是 他可能是他还想活着 他明明就是想活着的 像很多事情还没做完 可是他可能就是跨不过 类似像掉头发 他不要掉头发 他不想要治 他不想要手术 然后他想要美美的 然后就不去治疗 他觉得好像可以多争取一些时间 但是实际上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病友啊 你治疗完都还是一条好汉 你还是可以做想做的事 但是反而放弃治疗的病友 就是很可惜 就是你会看到他的状况 是越来越差 对甚至就离开我们了这样子 可是我好难想上喔 就是终极的一个目标 应该是我要怎么活下去啊 但真的有人跨不过这个 就是外形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绝对不是因为说他太漂亮的问题 这其实对他来说 会是一种 怎么讲 我觉得应该怎么说 会 应该是说 我们传统的这些就是医疗的资讯来源 不管是在媒体或是在连续剧 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描述方式 呈现方式 对比如说你本来没有事 或是口耳相传 你知道那个邻居的谁的谁 本来没有事做完化疗 他就走了 哦 那其实现在的正统治疗是很进步的 他的药物控制非常精准 不会让你做到就是升天这样 但是大家对治疗太多恐惧 所以就不敢做 还有我跟你讲 我有听过乳房切除的这个东西 是怎样你知道吗 是呢 他可能画切片说是 我不知道那个过程啊 但是我确实有 我身边自己的一个长辈 就是他他就说 就是检查出一次乳癌 然后因为年纪很大 比较大了大概六十岁左右 六十几岁就说把它切除 所以他就做了乳房全切除 结果切下来之后 最后报告出来是良性 呵呵呵呵 我跟你讲这不少见欸 是是是是 你们没有听过这样的状况吗 就是 切片是恶性 他的切片是恶性 他是整个切下来 我也不知道他 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先 经过切片的过程 你知道有些他是直接照到 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这个绝对是恶性的 我们就直接 直接就是做手术了 因为年纪也大了 然后就做了 是是 对然后做了之后也许 我说的是 也许他根本前面没有做过切片 他是直接检查 但是医生就说 从看起来 就觉得他应该是百分之九十是恶性 但切下来之后竟然是良性的 嗯 因为在年轻的乳癌患者这一块 我们其实遇到的 医师是都有切片 因为那感觉是医院的流程 对啊 应该是都会切片 我听过不止一个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也许有些人会是这样 就觉得我也不要切 万一我不知道啦 假设是已经经过切片 然后确定是恶性 然后他还是 有一种情况是 我有听说过的 是医师会跟患者说 你要不要先切片 那患者会说 我听亲戚朋友说 切片会让癌细胞扩散 所以我不要切 哦 你要嘛就切除 要嘛就不要切 我不要切片 我没有遇过拒绝切片的 有 对但是我们就不知道 每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 然后再请千万不要放弃 治疗的这一片里面 其实你有提到一个说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选择一看就很可疑的 治疗方式 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是很可疑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化疗啦 标靶啦 手术其实一点都不可疑啊 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 是 你会常常听到的乳癌治疗方式 什么叫做很可疑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 睡了癌细胞会不见的床 哦 你说的就是一些 老人家比较容易被骗的事情 可是你说年轻的朋友也会吗 会啊会啊 嗯 或是 嗯 就是 很多这样子的 比如说 你吃了什么东西 或做什么运动 它就会消失 癌细胞会不见 嗯 其实我们对于这些辅助疗法 我们没有 刻板印象啦 就是说你一定 不能选或是什么 但是 对于正统治疗 不要去放弃 嗯 你要并行做我觉得 OK嘛 但是很多人会 因为选择了 因为他不想化疗 所以有人跟他说 你就吃这个 嗯 这个东西就是 吃了癌细胞就会不见 嗯 他就说可是医生说不能吃 他说因为医生想要骗你的钱 哦 啊为什么不是你要骗我的钱 啊 通常这种都会是 邻居啊 或者是 长辈啊 他不会想害你啊 但是跟他讲的人 不见得不是想赚他的钱啦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要请大家就是选择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 选择 一看就很可疑的治疗方式 还是回归到 刚刚我问Mina的 就是 因为大家不想要 经历过 对要头发 对不想要少 少一边乳房 甚至少两边乳房 是而且大家都因为怕这些治疗 会把自己的生命带走 哦 所以选择一个感觉 嗯 因为化疗的药物一下去 身体会有很剧烈的感觉嘛 他选择了这些疗法 他觉得 好像身体没有这种 很激烈的感觉 没有伤害这样 嗯 你那时候才新婚三个月 你记得你怎么跟你先生说这件事吗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还蛮辛苦 因为 其实新婚三个月 并没有什么结婚的感觉 你只是想就是 你本来没有住在一起 你住在一起嘛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怀孕嘛 对对对对 然后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先生就是他用 那个先生的身份 帮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病理报告 嗯 是因为医师就说 病理报告要家属才能看 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 要请你先生过来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先生也蛮 蛮冷静的 对对对 现在想一想就是 还是觉得很感谢 他那时候就是 看完报告他就说 就是没关系 看报告就是 看医师怎么安排 嗯 那他就是会全力的支持这样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很辛苦吗 你觉得伴侣的支持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伴侣的支持 家人的支持 其实对每个患者来说都 因为我们其实有些患者 他反而觉得就是 治疗的过程 是不辛苦的 只是身体的痛苦 但是家里给他很多很多压力 压力有时候不一定是 有时候是来自于过度的关心 可能他太担心你了 所以他去搜集很多奇怪的资料 嗯 或是说我听说不能做化疗 所以有家属去禁止 病友做化疗 嗯 但是病友想做化疗 嗯 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 哇大家遇到难题很多 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嗯 那在过程当中你有记得 就是 我觉得啦 因为通常如果人在生病的过程 尤其做化疗非常的痛苦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一定在情绪上面会非常的低落沮丧 甚至是暴躁易怒 你有印象当中 就是你跟 因为其实我觉得 另一半的支持很重要 可是其实在那个当下 另一半要支持你 其实有时候也 对他来说也很难 嗯 你那时候有没有 你看起来这么的温柔 可爱 阳光 但是你那时候 你有没有成绩非常沮丧 然后甚至是 跟你先生 起冲突的时候 嗯 我自己的话 还好欸 我觉得可能跟个性有关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 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嗯 然后我找很多资料 然后我希望 我先生可以支持我的决定 嗯 所以先生就支持就对了 对他就 就什么时候不要做啊 就 他就支持 他就支持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想要怎样 但是我知道有的 有的患者是希望是家人要一直去 乖心他 对对对 但是每个人要的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要的可能是 嗯 我希望可以家人就是支持我 嗯 然后我去做 我觉得该做的事 那如果有需要 譬如住院或手术陪伴的时候 我会跟我先生说 我先生会把事情排开 来陪我住院 这样 嗯 这这这这听起来好理性啊 就是 比较少啦 比较少像你这么理性的 其实应该是治疗的过程 比我们想像的忙很多 很忙 很忙 事情太多了 我一个礼拜 那时候我治疗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院大化疗嘛 嗯 所以我一个礼拜要去医院四天 嗯 就是要看报告 要抽血 嗯 然后再住进去再出院 嗯 所以你其实大概一半的时间都在医院里面 嗯 是 我记得应该是一周 然后隔周是休息是不是 还是 每个人的药物不一样 那我是每周的 嗯 好 那其实你 你前面也写了很多其他病友的 有很多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哦 等一下回来 嗯 再跟这个米娜聊一下 就是说 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集结了十位专家医生 就是把最长 呃可能是乳癌患者 会有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迷思 呃集中在里面 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来一个快速的乳癌 常见的乳癌的QA的治疗的一个呃问答 然后之后我会再请他分享一些其他病友的故事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心理跟生理他的重要性其实是同等的 嗯 我觉得是同等的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呃最后然后我可能会如果有时间我要再提再请他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他说你要怎么样进入很快的进入战斗模式 我刚听就他对他来说很容易吧 因为他比较属于理性跟独立的人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自怨自爱好一段时间 要怎么样让大家快速进入这个战斗模式 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 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 10点35分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礼拜一第一小时元气同乐会 第二小时元气同乐会面对乳癌你不孤单 我们请到的是呃花样女孩gogogo 这是一个脸书社团的发起人米娜 米娜在32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乳癌 后来就经历了长达一两年的抗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除了把自己的呃 嗯在做的资料做的治疗等等的做用上是写日记的方式 记录上来成立社团想跟大家分享 那后来也帮助了非常多人 越来越多人哦能够一起来这里交换资讯 呃我们刚讲到就是现在现在他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除了他自己的一些呃心得之外 还有集结了10位医生专家带你破解50个乳癌迷思 等一下我们留点时间来讲一下一些常见的如来QA跟迷思 不过我想先跟呃先请你分享就是说 因为你们是主要for比较年轻的病友的一个社团哦 那呃呃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呃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就是其实我们社团里有非常多故事 因为每个人的就是生命历程都是一个故事嘛 嗯那我们其实最近就有遇到就是我书里也有写到就是像我们25岁的贝拉 嗯那你看他25岁然后他的前途光明 他是一个模特儿这样子然后也预计要往国海发展 那他那时候跟我分享的时候是他们其实同期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都申请去国外 嗯就是继续他的模特儿事业这样子嗯那签证的过程非常的繁琐嗯那他在这个时候发现罹患乳癌嗯 然后等到他开始治疗头发掉光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说 诶我签证终于拿到了准备处罚嗯这样那贝拉其实那时候 他应该很沮丧吧他其实一看他当然是先恭喜他 那他也很为他开心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下一步就开始陷入就是很强烈的沮丧 因为很像是大家都在同样一起出发但是你留在原地嗯还没有原地还退后还变光头这样子 对所以一阵子非常的沮丧不过在做完治疗之后就是贝拉现在看起来就是又重新出发嗯 然后他决定就是还是继续他想做的事情往国外发展这样嗯然后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尤其在年轻人他其实遇到的情况是他有很多梦想都还没有开始嗯然后却因为身体的关系被迫暂停嗯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那句话很好他就说我还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梦想也还是可以完成的 我只是比同行的伙伴晚一点出发而已哦 对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是要晚一点出发 呃你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只是让你晚一点出发而不是让你不能出发 如果今天你不去选择做这样的治疗你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出发了 对甚至是你现在硬着头皮出发可是很快旅程就结束了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好那你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有趣的 因为我看到就是里面有写就说你们社团里面所有的这些女性的年轻的这些病友们的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也要成为这个阿嬷 对就是这里面呢我在想说这不都年轻社团怎么还会有阿嬷 后来我看一下这个阿嬷哦我看一下他的年龄我也是吓到 他他他他他其实还是很年轻哦对对对他是阿嬷但是他已经是阿嬷了吗是年轻的阿嬷对是非常年轻的阿嬷 他在4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罹患乳癌但是他那个时候两个小孩都已经大学对上大学所以他其实很早就结婚很早就结婚 嗯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成为他因为他是个阿嬷他是对因为其实对很多年轻患者来说 其实像我是刚结婚有更多的患者是未婚的对那他甚至可能没有男朋友那他经过这些以后他还要去面对交友 不管是交友结婚然后他生小孩然后怎么样把小孩照顾长大那大家想的就是希望可以当然是活更久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所以大家都定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变成阿嬷这样变成阿嬷而且这阿嬷也很励志啊对这阿嬷超棒的 而且里面讲到就说甚至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让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更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也让他的后半辈子变得更棒 对其实其实这阿嬷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个这个姐妹的时候他我们会觉得说大家会觉得很羡慕他的生活 因为他的他的家境就是非常好的那先生也很疼爱他然后家里的感情都超好的那他自己在退休之后的投资失利了这样那失利之后他就有很多很犹豫的情况发生 但是虽然这个钱大家都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并不是不能负担但是他就对自己你知道很多人会对自己比较有所要求 而且也会自责会觉得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去那个为什么要找我的辛苦的钱然后家里面的钱等等的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自己心里这边过不去啦不过后来他就是接着发现罹患乳癌了这样子然后他入院的前一个晚上就是先就是突然抱着他大哭 先生不是他哭哦是先生抱他他哭对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女性啊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女性而已其实他在家里是扮演重要的 他其实是一个很坚强我觉得很多家庭里面最坚强的人其实不见得是扛下经济的重担的这个男性我觉得有时候是女性耶像这位阿嬷是因为他自己还有工作啦但我觉得就算没有工作他有可能是整个家庭的最核心的支柱 很多男生这一辈子其实是没有什么生活智能的就是没有在生活的能力上是很低弱的所以当太太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先生会 顿时不知所措我自己身边就好多这样的例子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太太在产后大出血然后在那个产台上面然后医生就是说要把他子宫拿掉不然没有办法这个止血然后先生就崩溃因为先生要做决定先生没有办法做决定先生就崩溃然后跪在地上痛哭然后太太这个时候太太是出血不止哦今天决定要不要太太是意识清醒的 太太太就跟他说不要哭他说不要哭他说如果真的只能真的需要拿掉子宫的话那这就是我的命这样子说你不要难过我们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宝宝了你知道吗我后来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骂那个先生我就说你搞什么我说谢氏你要做决定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感受他说他真的他说他那时候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他没有他太太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的软弱无助平常都不觉得所以我非常我看到那段时候我就立刻脑中又想起我那个朋友他们的例子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发生可是就可以看到女性的坚强但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分享的这些案这些案例其实最后的生活都是很精彩那当然我们也要给一些就是朋友们一些正确的如来的一些资讯哦 因为像是就跟米娜在书上写的一样他说当你确诊的那天开始你就会有一大堆的疑问涌上心头因为不管是在手处前中后或治疗的前中后你的一切食衣住行真的包括医哦为什么呢你可能内衣的选择都要变了对这都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社团你们社团现在是多少人现在大概两千两百人左右 两千多人的团圆当中选择了最常见的五十四点来为大家解惑然后每一个部分最后都会有一篇医师跟专家为正在努力的你打气的一段话哦这一怕就是花样女孩乳癌达克问在书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挑一些简单的出来跟大家来呃 分享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在讨论的就是到底是不是胸部大就容易罹患乳癌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但是但是在发现上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对因为我胸部超小所以我记得很快就发现对然后他刚刚这样讲了我突然间就刹一下你知道说因为你说胸部小比较容易摸得到是不是对啊可是发现乳癌几率两边好像是没有以几率来说对对不是说 胸部大就比较比较容易离矮胸部小也一样容易离矮那只是说刚刚米娜有讲到就说因为有的胸部大比较不容易摸出来是因为位子的关系位置要看你长在哪里对对对对如果你长在比如边边角角一看就看得到当然就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你是长在比如说类似内侧嗯对那个就很难一定要用草莹波所以觉得就是要呼吁大家要做草莹波检查对对可是如果对年轻的女性来说他没有一支 还是要做所以你在这个之后哦你会呼吁年轻的女孩对还是可以做耶其实他只是呃就是建议是40岁嘛对可是其实你只要去乳房外科挂号说你要检查嗯其实是可以做的健保健保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才25岁嗯可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开始每年想要做一次比如说你一年一次或是什么或是说有的有的是搭配健检 也都可以做因为乳房超音波是还蛮容易做的像但这些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到了看得到你就有异状都看得到所以你会建议就是说呃你就是这真的这也没有几岁开始大家都不一定但是你说其实你可以一两年即便你是不到30岁你还是可以一两年就去乳房呃就是乳房外科对乳房外科就说想要检查一下你不用跟医生说你有摸到他也会帮你检查吗也会也会好 好所以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哦要注意一下哦再来呃因为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变胖是你也有吗你现在超瘦耶治疗的时候会变胖因为治疗上我们药物很多会搭配肋骨唇哎你本来就这么瘦吗我本来就就比较瘦好瘦你好瘦哦所以没有啊你太瘦吧没有拜托我那么肉我跟你在一起你根本就是一个胖子那我问你哦所以那时候也有水肿也有变胖有而且就是那个 打肋骨唇脸会变超圆的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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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病友都说每次他明明在治疗中啊然后有朋友就会跟他说哎你不是治疗你还这么胖 好伤人太没礼貌了哈哈哈是是是你是不是吃得很好他会消下来吗会会会大部分的治疗如果是药物造成的水肿他其实是会消的可是像内护臣那样子变月亮脸他也会消吗就你停药之后真的吗会啊会啊他不会永远那个药效都在嘛因为跟治疗的过程是一起的嗯好再来呃重建我们刚讲到这个乳房重建之后呃你说其实在内衣的选择上 就会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大小可能会不一样嘛那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什么材质啊或者什么要特别注意吗呃其实每一位医师他手术完给病给病友的建议都不太一样这样子但是我们普遍还是知道说就是要穿透气的啊棉质的比较舒服的材质嗯对那如果你长时间穿太不舒服的材质你久了其实你不用看书其实你自己感觉到会不舒服我们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很多东西问自己的身体 对啊你如果这件事情做了你身体会不舒服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开始呃就是尽量穿没有钢圈的内衣之类的吗嗯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如果钢手术完穿钢圈会不舒服可以不穿对但是其实像治疗过后啊你还是可以穿钢圈的ok好然后在食物上的话这个东西倒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你在呃饮食上是不是有雌激素的东西尽量都不要吃 呃对乳癌患者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封王鹿嗯像这种比较但是我们一般坊间会听到很多就是不能吃不能喝豆浆不能吃豆腐不能吃任何豆类嗯但是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就是呃我之前有跟中医师讨论过他就说其实那个豆的含量很低嗯除非你今天一吃就吃一车嗯 他说要不然不用太单身了像我也是不能吃的因为我是子宫内衣人我以为其实一样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大概都是一样的对但是量啊主要是量啊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赵海颖营营养师他就讲他就跟我说你还是可以喝啊你就是不要太多嗯他说一天一杯250cc的一到两杯都没有问题的哦这个东西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头皮因为其实这不是就乳癌是因为任何的癌症进行化疗其实都容易掉发 那掉发其实是头皮这边的呃这个部分呃就是是要怎么保养是不是也都是一样的方法是头皮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避免用比较刺激的洗发镜比如说有香味或是什么那我们呃也有在书里面的皮肤科医师其实也有建议说或是你用洗面乳嗯因为你头皮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洗面乳然后冲水这样子然后要按摩头皮嗯OK让头皮比较舒服好然后再来其实呃这个大概是简单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乳癌的一些QA但是我我其实有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这个非常的像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快速进入战斗模式你确诊之后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哦那总共有你你写了六部是不是哈哈哈一到六部哦一到六部我觉得这非常的有意思哦那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留点时间给米娜讲哦那我觉得这个很棒我一定要讲因为对我来说 所以安胎来说我的安胎也是呃后来出了一本书那我其实里面光是在保险那一个我就写了很长的一篇因为我会觉得跟米娜一样就是当我没有人想要碰到这样的状况对但是当我们碰到之后我们就是要面对他然后赶快去处理他那处理的过程当中人家能够给你越快速越有效率的建议对你来说你就减少越多去摸索跟惶惶不安的过程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件事 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的主要原因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快速进入当你确诊之后的战斗模式第一个step1到step6对不对好带我回来10点54分我们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曲不孤岛那配合我们今天所说的面对乳癌你不孤单最后我们很快的请米娜因为我觉得米娜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 我会发现就是我为什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我但是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觉得这是这其实可能是我上天要给我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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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对不对因为我们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可能个性够独立坚强然后我们很快的会去处理掉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有这个热情想要去把我们这些资讯集结起来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why me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在身上我觉得Mina很棒很棒的是她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帮助了非常多的人那接下来你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比较软弱或是我是一个真的就是比较不像你们我我就是有些人就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们一样有些人会这样讲那没关系我们有一些一步一步的做法可以告诉你确诊之后的六步快速进入战斗模式第一步冷静接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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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就是这四个字冷静接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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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ร呈的 大概非常高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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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高相关的对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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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ovⅢョkh alright so 第二步 夠不夠在家 真的用到的時候真的都不夠了 對 真的用到的時候都不夠 第二步 第一個冷靜接受 第二個 立刻聯繫你的保險業務員 第三個 就是了解自己的情況 申請自己的病理報告 這個是為什麼 其實因為乳癌的這個項目分了很多 那在每個醫院每個醫師 同樣的病理報告可能會給不同的建議 所以我們其實都還是鼓勵大家 可以了解自己的情況 在選擇的時候會比較有方向 好 接下來第四步 你就知道為什麼 第三步我們要申請定理報告 對不對 好 第四步是什麼 同時就是在其他的科別 然後求助當你的後盾 就你帶著病理報告 可以去詢問不管是婦產科 婦健科或牙醫師 那其實請醫師就你的報告做一些建議 比如說像你要不要動軟 哦 對 我剛剛有講到 第五步 換一張健保卡 為什麼 因為那段時間會超常使用健保卡 所以下可能就滿了對不對 應該說那晶片很多是從小用到大的 很多還國中的照片 所以一下就壞掉 然後建議說為了不影響你後續的就醫 所以趕快先把這些能做的做一做 換一張新的卡片這樣 然後加上你一張美美的照片 然後第六步是做好 對 他這個就比較前置準備 對 有一些綜合的部分 像我們有一些在化療前的女孩們 他的眉毛他會選擇先去紋眉或霧眉 對 當然不一定就是看每個人 那會先比如說準備假髮或帽子 這樣 然後手術 不管怎麼說 應該就是說你在 你知道你要去做治療 你知道可能在外貌上會有些變化 對 但是能夠讓自己看起來有精神美美的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給自己加油打氣一下 所以呢這是今天非常非常謝謝 抗癌鬥士米娜 他帶來的面對乳癌你不孤單 那這本書其實版稅也都是做公益對不對 是 捐給你們的社團活動來使用 所以有任何的問題其實也可以